台海局势方面 台湾总统赖清德 告诫军校学员面对中共 不要采取首战及中战的失败主义 结果被抨击势在引战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澄清 台湾没有要挑起战火 顾立雄解释 总统的言论是要强化自卫能力 和提振抗敌的决心 不要接受投降主义 而台湾的战略是建立防御性 多层次的威慑力以首为攻 至于一旦中国入侵 台湾在没有美国支持下能坚持多久 顾立雄只是说 这不是能坚持多久的问题 重点是台湾采用不对称作战思维 也就是构建重层贺阻 不断削弱敌人的攻台能力 让敌人无法达成目的 感谢您 і再の侮置 感谢您 책